2021年,每日灵修,3月3日,真实地敬拜。 经文,我与你和你的弟兄众先知,那些守着书上言语的人,同是做仆人的,你要敬拜上帝。 其实录22章9节,读过如何成为代祷的勇士。 这本书的读者,一定不止一次自问,为何祈祷对我而言不是一件乐事? 有什么方法,可以使我在与上帝亲近灵修的时候,觉得是一种享受,而且也为我们所带到的物件,带来能力与祝福? 这答案或许不止一个,但其中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是,我们对上帝认识太少。 在与上帝亲近的时刻,我们常没有定睛等候他同在的降临。 但这却是首要的功课,我们常只想到自己的需要,自己的软弱,或是自己的愿望,却忽略一件最重要的事,就是每一次的祷告时间。 上帝必须是居首位,他是一切的焦点所在,如此来寻求他,恋慕他,用心灵来体会他圣洁的同在。 上帝将确实垂听我们的祷告,做公在我们身上,也唯有如此,才能使我们与上帝之间的祈祷。 有如父子间谈话那般的亲切自然,要怎样才能达到这种天人合一的境界? 答案是给上帝时间,让他向我们显示他自己,坚信只要全心全意地在他面前切目恳求。 上帝自然而然会垂听施恩。 总之,这一切都在于你要给上帝时间,肃力静默在他面前。 上帝不在乎我们导致的美丑,或言语的多寡。 他看中的是我们活泼的信心,我们祷告通了,就确知不务事的上帝,必按他的时刻表成就他的应许。 这本书的目的,就是帮助你如何与上帝更亲近。 我们每天会给你一两节经文供你默想,使你在等候上帝的时候,将他的话成为你实际的经验。 上帝啊,我的心向你举起,在安静中敬拜上帝,相信他正看着你。 也要向你显现他的同在,我的心渴慕他,因你是永生的真上帝。